今天上任的金管会主委曾明中 展现了跟前几任主委不同的作风 昨天亲自出席了 以前都是副主委主持的 金管会例行记者会 同时呢 过去是国安基金操盘手的他呢 对于台股的现况 他说振兴股市方案都在研议当中 最快一两个礼拜就会有新措施出炉了 假设我天天有空 我一定天天下来 敞开大门 金管会新任主委曾明中 一扫过去每周例会 都是副主委来主持的惯例 亲自下来接受媒体询问 大方释出善意 再得强调要跟记者沟通无障碍 更表示从九月开始 将举办八场跟业界的沟通会 彻底打破金管会过去 在前主委陈预长主导下的神秘面纱 尤其曾明中 曾经是国安基金的操盘手 如何振兴股市 他表示金管会已经在延商措施 让量能可以适度的放大 列入振兴股市方案的工具中 这一两周就会有新措施上路 金管会所拥有的工具不是太多 那我们希望用在刀口上 用在最四十点 会必要之后我们会退出来 主委进口一开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 债权指数一度来到7891点 上涨77点 针对全民关注的保单 不全培机制 曾明中也表示 尽管现行法规已经有规定 但实物上台湾是否已经承受到 可以接受不全培 还要请保选局再做评估 近期内就有答案 这期新闻的一些流量和翻浸文 台北采访报道